歌手陳美玲這日出席嘉年華活動 她透露今次會留在香港一個多星期 到書展期間為新旅遊書宣傳 今年書展會出一本旅遊書 不是教育書 那是第一次出旅遊書 在日本我出過一本是講香港的 但在香港出旅遊書 中文的旅遊書今次就真是第一次 是關於東京的 因為我在東京已經住了四十幾年 朋友來的時候我帶她去玩 她玩得很開心 她說你應該寫一本書 所以我就決定寫一本書 但我又擔心如果只是我寫的話 就適合一些成年人 但年輕人去的時候 可以找一個多雲幫我寫 我就找了我第二個兒子昇平 跟我一起寫的 找了兒子一起寫書 陳美玲就坦然更加了解了她 首先我知道她腦裡在想什麼 譬如我們會有媽媽的元宿 兒子的元宿 她看元宿和我看元宿 原來是不同的 或者媽媽的台場 兒子的台場 寫一篇文章出來 我會發覺她真的明白東京的歷史 或者台場的 為什麼會建築台場 有些事情反而跟她學得到 講到小孩今年在史丹福大學畢業 Agnes表示自己開心之餘 亦都有些寂寞 因為大學畢業之後 就等於媽媽畢業了 其實有點寂寞 因為她雖然會再讀碩士 讀多一年 但是如果她一開始出去做事 好像我們兩個大兒子也看到 兩個大兒子也看到 很少時間可以見到她們 所以還是有點寂寞 但她也做了一件很甜蜜的事 是啊 她就做暑期工 她說媽媽我賺到一點錢了 我夠錢去旅行 我們一起去吧 我開心得不得了 她叫我一起去旅行 我很高興